2018年9月26日,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南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,来了个特殊的客人,一架绿鼠中情局放了致米17直升机在这天正式退役,并被永久侦藏,在了CIA总部的博物馆中作为纪念。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会不会慢慢,大名鼎鼎的美国中央情报局,为啥会收藏一架额制直升机? 要知道,这种米8米17系列直升机,是目前全球产量最大的机型之一,保守估计已超过1.7万架,被称为是直升机界的AK-47。 当然,关于苏俄直升机傻大黑粗的印象,也绝大多数由它而起。 那么问题来了,以CIA的宣美,为啥会使用核马米8代号,并把它当个宝呢? 没看见造型刻画的野生黑鹰已经准备寄刀片了吗? 虽说米17直升机长的土,但活好啊,特别是这架米17。 2001年91事件后,美国开始策划针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,而CIA在其中的任务便是,派出准军事行动部队,先行进入阿富汗地区,摸清情况,并与阿富汗的北方联盟取得联系。 建立中情局在阿富汗北部地区的行动据点,为了能顺利进入阿富汗,CIA从乌兹别克斯坦,搞到了这架1991年,下线的米17直升机,并且将机机身边号,改为91101,以为91事件,后第一架进入阿富汗的美国直升机。 2001年9月26日,代号碎时机CIA武装小队单程米17,顺利到达了喀布尔以北的潘阶西二山谷,与北方联盟代表接上了头。 据说当时飞机上不经用CIA的军事行动人员,还携带了总计以千万美元的现金,用于资助北方联盟。 如今看来,当初CIA之所以选择吐气的米17直升机作为运载工具,用意很明显,作为在中亚地区使用广泛的机型,米17的行动,不会引起敌方怀疑,便于伪装,要是开着黑鹰进去。 拉崩倒是没错,但后续的剧情估计就是,OH,Ship,R,P,D,因此说美军最终于北方联盟合作开吓持有自由行动,CIA的人员与美刀也是出了力的。 至于这架直升机,没人知道在整个爱富汗战争期间,它究竟带着CIA的特种部队,执行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任务? 那讲完了CIA这架,干了不少三国直升机,我就不妨借这个案例来和大家聊聊CIA所承担的准军事行动任务。 虽然从此面上看,中央情报局的重点在于情报,而非战斗任务,但事实上,美国乃至全球大多数著名的情报组织,都已经发展成为了十分多元化的机构。 不仅有传统的情报,建立活动,也开始发展自己的准军事行动组织。 当年苏联克格勃在冷战高峰时期,除埃尔法这类特种部队外,还拥有三十万变防军,兵数干黑活,图成灭国独够用了。 而在美国,中央情报局之所以会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,很大的原因还在于。 二,战结束后,美国著名的战略情报局,奥斯芬加成了两部分。 其中,涉及传统情报范畴的优雅工作,交给了长春藤明小毕业的高材生们,而以往的颠覆、爱沙、破坏等干活,则化归给了陆军的绿帽子们。 不过,军方与情报系统本身,是两波互相看不爽,让陆军侧众部队,去给这帮间叠擦屁股,国防部本身就极不情愿, 因为美国法律对于美军在非交战国进行隐秘行动是有著多限制的,能把CIA只是国防部看在党国的份上拉表面胸低一把。 因此,秉着求人不如求己,心态,的CIA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,就在谋求发展自己的准军式行动力量,以求想搞事情是减少于国防部思差的机会。 从架构上看,CIA准军式行动的人员架构大致,可以归难为这么几部分。 首先是,厚脸皮解人,对象主要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,后期在特种工作站司令部,成立后则面向全军。 比如,美国海军特种作战研究大队第几,也就是传说中的海豹6队在巴基斯坦开展的海王之谋行动,本质上就是CIA指挥的烈沙拉登的黑色行动。 毕竟美军特种部队还是有经验,同时,这约阶调人员在执行任务期间,并不属于美军指挥,因此巧妙地避开了法律,对于黑色行动的限制。 尽管国防部并不希望特战司令部与CIA走得过境,但却依然不能阻止CIA有什么事就求,这三角洲,地际等部队帮忙干黑活,毕竟蹭的犯才香,嗯,真香。 不过有时候,聚合军队接人也是要看脸的,要是赶伤国防部心情不好,那任你CIA说,破天也不好使,因此,为了防止哪天自己非求属性发展, CIA的军事行动出了戒人,还开始招聘临时工,这些被称为全球响应人员JRS注意是JRS不是GPS,也不是GPRS,JRS招募的范畴很广泛,大多数部队退役且有作战经验的人员都可以参与,看过爆炸被指导的危机13小时的朋友,应该还记得,当时负责守卫班加西CIA据点的武装人员, 其实就是JRS。 世界调CIA负责追查走私武器的三甲州队员,因此来讲,无论是阶调还是找临时工,CIA对于这些员都不敢保证绝对的掌控与信任,因此,在中情局对外军事行动中,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有起自己的特别行动处,也就是FAD负责的。 从目前披露的资料来看,FAD下降的小组分为两部分,一组负责战术性准军式行动,另一组负责,隐秘政治行动。 心理战,严格讲,FAD负责的准军式行动小组,并不算是部队,而应该归为特攻伴仇,可以用准军式行动特攻,也就是PMO来称呼。 相比于军方的特种部队,PMO在接受标准特种战术训练的同时,也要熟练运用CIA谍报,语言技能。 从人员选拔上来讲,PMO基本上只接收美军第一梯队,也就是位阶最高的特种部队的退役队员,而每年能成为PMO的也就二到三人左右。 因此讲,CIA之所以喜欢用外人干活的很大原因,是因为其真正的军事行动人员有限,因为像PMO这样的嫡系与精锐,才是CIA最仰仗的杀手锏。 但即便拥有如此强悍的部队,也并不意味着CIA的准军式行动可以随意开展。 相对来讲,CIA在海外执行的准军式行动,并没有过多限制。 可一旦涉及到美国国内,那就是另外一种画风了。 看过电影《边境杀手》的朋友,一定还记得,在面霸疫型人家墨西哥独发引渡回国的过程中,车上还跟着个FBR的探员。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,美国法律规定,CIA的活动范畴仅限于海外,行动必须要它国领土上开展。 而美国国内的司法、安全、反见底案件自由FBI负责。 因此,这种CIA去墨西哥招人引渡的事情,就必须要有FBI的人员跟随,或者说是联合办案。 并且,行动后还是要由FBI出去报告,证明行动的和发性。 因此说,比起某些电影中,CIA动不动就在美国国内搞事情的剧情。 现实中的CIA更热衷于执行对外行动。 毕竟对这群游离在光明与黑暗的人而言,没有条跨束缚的地方,才往往能体现他们的价值。 但正因为CIA在搞颠覆,搞破坏方面是一包好手,对我们的威胁也就越大。 其实按照就在我们身边,我们也要时刻提高警惕。